鞋子 各位大家示範Snowboard的Boot 或者Snowboard的鞋 我們這邊來示範給大家看 怎樣穿這雙鞋 我們看它的外表 好像一雙普通的鞋 其實是懦有乾坤的 我現在示範給大家看 怎樣穿一穿 首先我們要拉開鞋裡 拉開了 之後我們再把雙腳 放進鞋裡 在外面 這樣可能會有緊的感覺 其實緊才是對的 因為我們所有的動作 跳躍的動作 或者滑行的時候 必須要貼著雙腳 這樣才可以靈活 這樣做到所有的動作 在外面這條 用力索好 看到Off的這個按鈕 向上拍 那條繩就會卡好 之後 就將這條繩 捲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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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旁邊 好了 大功告成 最後 將這個雪蓋 包住對鞋 那些雪 就不會在這裏 走入對鞋裡 戴好褲 好了 做好了 很靈活的 OK 好了 大家我們過來這邊 我們看看 這塊呢 就是Slowball 又稱為單板 那單板呢 先放好 好了 我們呢 剛才呢 將這個 擺開 看到了 有兩個扣的 剛才我們呢 將腳跟 要貼著後面 OK 貼好了 我拿起腹腳更容易 看得到 將這個扣 扣住 這樣 這樣 好 好了 記得要緊緊 再到前面 最好一大隻腳 我們現在呢 就穿另外一隻腳了 那其實這個板呢 就要根據個人的高度 去選擇 例如呢 太高的人 高的人呢 就要快板越長些 快板越長呢 穩定性呢 就會越高 也有時候呢 有一些是比較高的人呢 就會選一些短一點的板 因為可能呢 他想做多些跳躍的動作 和呢 令到自己呢 是靈活一點的 好了 扣好了 看一看了 如果我們鞋很適合 OK 那我們呢 Let's go 看了怎樣穿鞋 現在呢 示範一下怎樣脫鞋 首先 我們呢 在前面的扣 黑色的 向外拉起 OK 這樣呢 就可以很輕易呢 就可以脫到這條帶了 OK 好了 後面這個一樣 將扣向外拉起 好了 第一個成功脫鞋 OK 現在示範另外一隻腳了 黑色 拉起 OK 好了 好了 後面這個黑色扣 一樣拉起 OK 就是大功告成 就是這樣 好了 那現在呢 就試試看怎樣脫鞋 我們請過來這邊 大家 好了 拉起腳給大家看 好 我們呢 要拉起這個扣 好了 放下來 好了 扣起扣 然後呢 要這個前面有個圈的 先拉鬆一些繩 鞋子 鞋子向外推 很輕易呢 就解了第一層了 裡面這個一樣 鞋子向外推 然後呢 腳掌拉起 看到了 脫了出來了 好了 大家呢 我們最好裝備之後 現在準備要出發了 OK 拿著雪板 要注意 千萬不要這樣拿 太危險了 我們腳直拿 OK 出發 好了 大家我們穿好衣服 現在準備出發了 大家呢 雖然我們穿著這對鞋子 比較好走 但是要注意 腳尖用力 這樣呢 就會走得很穩陣的了 哇 今天天氣非常之好 正啊 全部都這麼多船 好了 拿我穿好鞋子先 把腳尖推到最後 先扣前面 再扣後面這個 好了 那我們出發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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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